美國總統大選在10月22號進行了第二場辯論會 外界都在關注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 如何回答兒子亨特·拜登的電郵事件 川普總統在辯論會中提出質疑 這些電郵和裡面談到的金錢交易 拜登和他的家人需要向美國民眾解釋清楚 拜登斷然否認拿錢 但卻拿不出證據反駁 而就在辯論會前夕 亨特·拜登的前合夥人托尼·布林斯基發表聲明 證實之前爆料出的電郵都是真的 並指出 拜登聲稱 從來沒有涉入兒子海外生意往來 是撒謊 波布林斯基強調 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事實 因為他就身在其中 他是中國華西能源總裁葉簡明與拜登家族的合作企業 Sanohawk Holdings的首席執行長 是被亨特找來當首席執行長的 他還說 《紐約郵報》揭露的2017年5月13號的電郵 他就是收件人之一 信中提到的大人物 那位拿了15份的人 就是喬·拜登 這個鮑布林斯基他的聲明可以說再次證實了兩個重要的事實 第一 拜登就是整個家族貪腐的主謀兼執行人 亨特只不過是他的代理人和白手套 第二 拜登和中共軍方情報機構有勾兌 被抓入獄的那個華信高管何志平 當初曾經撥打這個拜登弟弟的求救電話 他其實並沒有打錯人 他就是直接要讓拜登出面來發揮他的影響力幫助自己的 同一天 福克斯新聞又爆料了一封2017年5月15號的電郵 信件是喬·拜登的弟弟吉姆寫給亨特 以及他的三名合夥人托尼·波布林斯基 羅伯沃克和詹姆斯·吉利爾的 郵件的主題是 第一階段國內聯繫人計劃 郵件證文列出了很多民主黨高官 其中包括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默 紐約市市長白思豪等一大批民主黨高層人物 唐靖遠認為 從2017年到現在的三年時間裡 不排除他們中的一些人 已經以某種方式與拜登家族進行了合作 並分得了一杯羹 我們從這批全部都是民主黨大腦的名單中 我們可以看出 這是一個需要動用諸多高層關係的計劃 或者說 這也是一個拓展美國政壇高層關係網的一個計劃 從表面上看 拜登家族位於這張關係網的中央 但是實際上 在拜登這隻螳螂的背後 蹲著中共這隻巨大的黃雀 所以就我個人的判斷 無論這個計劃的表面上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商業合作的計劃 都改變不了它真正的本質 就是 這就是一張中共在美國民主黨高層中 大面積的進行滲透收買與操控的路線圖 波布林斯基在聲明中說 中國與它們成立合資公司SinoHawk 並不在乎財務健康與回報率 中共只是利用它來影響美國政治 民間進一步的去重新反省它過去20年的對華政策 福克斯新聞爆料的這封郵件 與上週《紐約郵報》曝光的亨特筆記本電腦無關